大家好 在上一次這台Focus ST-LINE 回去做一萬公里 保養的那支影片之中 我有跟專員詢問了 關於手套箱燈的回裝 還有發電機外蓋的回裝的一個事項 那麼最近專員已經把兩個東西都回覆給我 並且已經幫我叫了這個發電機的外蓋 那麼前幾天 我也已經回去把這個外蓋給安裝好了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這個外蓋的價格 還有安裝的簡易度 還有就是手套箱燈 它回裝的難度等等 那麼首先我們先來進重頭 其實就是關於這個發電機的外蓋 這個發電機的外蓋呢 價格如下 一個65塊台幣 沒錯真的很便宜 這個發電機的外蓋價格不到100塊 就是65塊台幣 那麼它需要兩顆螺絲跟一個外蓋 螺絲的部分是保養廠提供給我的 那麼它的一個產品名叫做 發電機安全外蓋 然後零件的料在這邊 其實這個料你們也不用特別去看 也不用特別去查 只要去保養廠請他們叫就可以 專員應該都可以幫你叫 另外呢這個是 兩個螺絲 鎖在這一邊 跟下面這一邊 好我把鏡頭拉近然後旁邊拿燈照給大家看 我們這一次所加裝的就是這個外蓋 這個外蓋呢它的價格就是65元 然後它主要有兩顆螺絲固定 上面這邊一顆然後底下這邊還有一顆螺絲 總共兩顆螺絲就可以固定這個發電機的這個安全外蓋 那麼專為這個外蓋啊最大的好處 第一個就是當有一天啊 車子的皮帶因為意外而斷裂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外蓋上面 這發電機外蓋上面啊 其實都有一些管路 水箱附水箱的管路 還有就是冷氣的管路等等的 當今天皮帶因為不可預期的因素而斷裂的時候呢 這個安全外蓋啊 將可以保護你斷掉的皮帶 不會在引擎室裡面亂彈 造成這些管路更大的損傷 它可以保護這些周邊的管路 大家可以看一下皮帶周圍 這上面都是一些電線啊 管路等等的 所以說這片65塊的外蓋呢 看起來好像不重要 但是其實它還是有它的保護效果 不然它的料件的名稱 也不會叫做發電機安全外蓋了 再來就是 今天像我的車子啊 有時候會停在外面 因為我是跑外屋工作 有時候在外面停車 會放在路邊啊等等的 之前就有發生過 就是小紅賴的引擎蓋裡面 被貓咪入侵 然後呢 到後面去美容店家洗車的時候 美容店家才跟我講 欸你這引擎蓋上面 這個護蓋上面有貓的毛 所以說如果 你有裝這個外蓋的話 車子停在外面 被一些小動物入侵的時候 他們的一些尾巴等等的 也比較不會被這個給捲到 當今天真的意外不小心發生的時候呢 它可以避免就是義務 跑進這個皮帶 發電機皮帶這個機率啊 可以降低一點 所以說這個東西啊 雖然說它價格65塊 然後是個小東西 可是呢 我覺得這個東西還是有必要裝 而且它價格真的不貴 所以 回去裝一下也沒有什麼太大的難度 我是蠻建議如果說你是 20年後的車主被拔掉這個外蓋的車主啊 都可以回去跟你的專員聯絡一下 去請他們幫你叫一個這個外蓋來回裝 一個65塊 不貴 然後 螺絲的部分要看保障場有沒有多的 如果沒有多 你可能要去螺絲上配個螺絲 這個難度也不大 螺絲也是10塊錢以內的東西 接著在手套箱燈的部分呢 手套箱燈因為專員說它的整個基座都不一樣 就是手套箱那個基座啊 它沒有開孔 它沒有開洞 所以它給我的建議就是 大家可以去裝感應燈或是去裝燈條 另外就它的整個線路有沒有流也是不確定的 因此手套箱這個部分 光是基座就要3000塊 然後 線路那些是不確定 那 所以專員是建議大家還是自己去外面找感應燈之類的來回裝 會是比較 實用的方法 最後呢 就是在19年版的Focus啊 它在引擎車前面這邊有一個擋水膠條的部分 我有替大家詢問了 那麼專員有給我看這個零件爆炸圖 上面有給我一些料件的價格啊等等的 我先說一下料件價格好了 防水膠條其實不貴 這個膠條啊 擋水膠條一條90塊而已 可以去原廠叫 一條90塊 原廠的膠條 但是貴的地方麻煩的地方就是它這個基座不一樣 之前舊版這個基座上面是有開孔的 然後 膠條可以 放在上面用那個塑膠鉤把它鉤起來 但是呢 這個基座啊 這個有開孔的基座要更換的話就是710 塑膠鉤比較貴 塑膠鉤一個要 原廠報價一個是要125 但是這個鉤鉤應該是公規的 外面你去 汽車廠店買那種塑膠鉤應該都是可以扣上去的 所以說 比較好的做法呢 如果你要求完整度做得比較漂亮 那就是去外面買塑膠鉤 然後去叫一個710的基座 再叫一個90元的一個擋水膠條 這樣子800塊就可以把這個 膠條給回裝 而且是 有蠻漂亮的一個完整度 那麼你要客家一點 你要省錢一點的話 就是去叫一個90元的膠條 然後呢 自己鑽洞 自己拿塑膠鉤回來錨 那這樣子也是一個方法 只是會比較費工一點 可能就是要有電鑽啊 然後那個位置可能要恐懼要對啊 另外就是你開動的位置可能不會像原廠就是射出成形 射得這麼漂亮 再來就是 710的這個基座在更換的時候 可能要有一點工資 這部分呢也是大家要去考慮的 所以說如果你要做一個 擋水基座的回裝 你要做得比較漂亮的話呢 價格可能是要破千元的 那如果你要自己DIY做得比較簡單一點的話 就是90塊 然後再靠你自己DIY的能力 就可以把它搞定了 好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 引擎護蓋的回裝 還有就是 一些 被拔掉的項目 我去替大家詢問出來的價格 如果說大家還有什麼想問的 想知道的東西 其實你們可以打電話去 福特保安廠請教你們的專員 或是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可以去替大家詢問看看 OK那這次的影片就在這邊囉 這一次的護蓋回裝 價格就是65元 非常非常的便宜 而且我覺得這東西是蠻必要的 畢竟大家看一下 最後再看一下 就是這個護蓋 這個發生機 護蓋的上面 都是這些重要的管路 這些管路如果都被皮帶 彈壞掉的話 那真的是不得了了 皮帶斷掉就已經夠麻煩了 那再彈到這些東西 要花更多錢 如果你可以花65塊 避免掉這些 不安因素的話 是一個很有投資報酬率的事情 OK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